9月2日晚 魏蒙古呼和浩特一场暴雨过后 大量市民突发哮喘 医院爆满 官方正视雷暴哮喘 民间对此持保留态度 当地一名官员对《大纪元时报》记者表示 还没看到官方的消息 据他了解 急诊患者确实有增加 另一名当地疾控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并不了解情况 因为被告知不是传染病 没有关注 近几日 北京 广东 山西 河北等多地 也有很多患者出现了哮喘症状 引发民众质疑 不少民众猜测 这种集中性爆发很可能与打针有关 鼻炎的最高境界就是蹊跷都痒 晚上两个鼻孔都不出气 直接给你憋得睡不着觉 昨天晚上 一晚上我带着这个就没敢摘 为啥 因为下完雨之后 每次都有点胸闷气短 好像是要翻蕭喘 再就是大家谁还能建议一下 在泰远鱼寺附近或者在山西 哪个地方能把这玩意儿除了根呢 太难受了 同样是内蒙古 同样是这个花粉割发的季节 是那些地方没有雷暴吗 还是怎么样 再一个呢 就是说暴雨天气呢 像山西也出现 但是没像那个内蒙古多这个闪电 雷击啊 它也出现这种 所以呢 就是说 它到底什么原因呢 咱们还得打个问号 9月6日 有自媒体披露 9月4日早晨 北京防化团突然接到命令 以核级别装备出发执行任务 处置内蒙古阿尔多斯煤矿 放射性物质泄露事件 消息引发民众担忧 真实情况有待进一步核实 与此同时 新冠病毒在中国持续蔓延 9月6日 北京卫健委发布的35周疫情周报 全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6种 11290例 死亡2例 报告病例数居前五位的病种 共占法定传染病报告发病数的96.4% 由于中共一贯隐瞒 真实情况不明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王彦乔 特医记者洛亚采访报道 制作者王彦乔 ophyllcly混音预报团 自帯隐瞒 赤吧 由中共一贯隐瞒 罪人电视台记者 佔 及度 禁止赔